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阿珍老师 我们又见面了 好 大家都很奇怪耶 你身上戴那边的金光闪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叫 专业主厨勋章 这是法国美食交友协会的专业主厨勋章 这不是一般人随便可以拿到的 对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健康好吃客的嘉宾真的是吓吓叫喔 好啦 那老师今天要教大家什么样好吃的料理 我今天要教大家做一种 应该是讲说比较健康的点心甜点 好 所以不是煮这个大餐喔 没有 哪有那么多大餐可以煮啊 每天都吃大餐 好啦 那我们今天要教的名字叫什么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鲜果杏仁丼 其实这个好像听起来就很好吃喔 它其实蛮健康的 对 杏仁丼耶 对 好 那老师你要准备什么样的食材 好 首先我们要准备我们香蕉奇异果 跟我们的火龙果 这个主要只是为了它搭配再加上它的维生素 好 那老师那水果类我可以再换其他的吗 嗯 基本上我会建议就是尽量用那种比较软的 软烂可口的水果 你不要用到硬的 对 你甚至还可以加一些什么 呃 凤梨啦 柳橙肉啊 那种比较软烂的 水果 然后牛奶 然后杏仁粉 你如果杏仁粉不喜欢杏仁粉的口感的话 其实 欸 它有一种叫做杏仁露 它有那种香气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吉利丁 吉利丁 它这个是动物胶 假设你们也是有吃素的话 你们可能就是要用所谓的寒天来做 那老师可以用洋菜吗 洋菜其实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因为洋菜它有一个味道在 所以不适合 不太适合 好 我们首先就先把我们的水果切块 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那种 像 嗯 在吃那种刹冰有沒有 只是我们那个料啊 变成是那个洞 对 主要是为了颜色搭配 然后加上它的那个口感 香蕉其实都可以 你只要挑选稍微软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 我们要来煮我们的杏仁冬 两杯水喔 我们一杯水大约240 我们好戏一点就把它算500 然后牛奶 今天假设你想要让它的奶味更充足的话 你可以连水都不要加 直接用牛奶 不建议用什么豆浆吧 欸 其实都可以喔 也可以喔 对对 因为这个洞喔 它应该这样讲喔 它没有所谓的一个标准 你今天想要 你喜欢用什么东西 你其实都可以用 好 我们水跟牛奶喔 1比1 对 水跟牛奶1比1 好 接下来 我们等它煮滚了以后 因为牛奶需要煮滚 它才会有香气 煮滚了以后 我们把我们的杏仁粉 把它放进来 那老师你刚才提杏仁露的话呢 杏仁露的话 就是等到它全部煮完以后 快接近冷却的时候 再稍微拌一下就好 那你现在是教大家用杏仁 杏仁粉 对 好 煮滚完以后 我们把我们的杏仁粉放进来 放多少了欸 这个就取决于你能够吃的量 因为它这种杏仁粉 它比较没有那个杏仁味 可是它有那个杏仁 那个渣渣的口感 所以老师还放蛮多的 对 好 煮滚以后我们把它关火 好 关火 然后把它拌均匀 好 接下来我们要放我们的 吉利丁 如果是1 对不对 它大概就是100 所以我们刚刚加了1000 所以基本上这边就要加多少 加10 好 我是考我数学 哈哈哈哈 基本上是1比100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拌匀就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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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杏仁粉的关系 所以老师用这种方式 让它更 好 现在不是 更小粒一点 变小粒一点 然后这是因为这是动物胶 它一收热它就像这样凝固 好 它黏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弄散 对 弄散 对 弄散 那如果是你刚提的什么 含纖也是这种做法吗 对 都一样 都一样 做法都一样 因为它们都是属于使用胶 做法都一样 好 当你把它弄均匀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在 那个模具里面 冷却 然后把它倒在模具里面 等它稍微冷却以后 我们就把它拿去冷藏 冷藏个大概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经过30分钟以后 我们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脱模 我们拿小刀 在模具的边缘 这样画一下 当你脱模以后 它就会像这样子 它可以动 它可以移动 可是这个东西 它是因为它需要冷藏 它只要过热 它就开始出水 很少人就是热吃 当我们脱模好以后 我们就直接把它盖过来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切块 就像豆腐一样 对 比较像 然后这个大小就看你想要切 你想要吃多大 把它跟我们的水果拌在一起 或者是我们像这样子 直接放上来 然后再把我们的水果丢进去 哇 如果妈妈做这一道 家人应该是很高兴的 这个很好吃喔 对 颜色漂亮 然后它还有好几种吃法 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 好 大约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去剩调味 阴阳一点好吃一点的话 你就是牛奶或优格 这样子吃 就加一点牛奶下来 这是第一种吃法 只加牛奶 只加牛奶 对 然后第二种就是 優格 然后蜂蜜 所以有三种吃法 好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鲜果杏仁豆 好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佳政老师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回来 感谢观看